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他私底下就开始说 妈妈 我想要去蓝带上课 我是觉得说可以让他去试 试完之后如果半年没有圆梦 我就叫他再去念书就好了 魔术表演不稳定 爸妈反对劝放弃 魔术是我自己最大的兴趣 然后我很想要把这个事业做好 我自己本身是念工程 他们觉得当工程师 或者是当公务员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行业 他们一直很担心说 表演这个行业就是你可能 三餐不会温饱 在吃饭的时候他们就会突然说 柏翰 我觉得 堅持走念进行业 爸爸发怒轰他出门 所以现在你的家里 对你这边行业支不支持 抗拒得很大 那后来是我真的找到了工作 我回家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钥匙打不开我家的门 那我妈就出来 拿着一个我的包包里面 装我的衣物说 你去朋友家 就是家里现在在保障 首先我们今天请到的就是 横跨海峡两岸相声界的姬天宇小姐 天宇 我不相信你小时候 就对相声有这么高的了解吗 我小时候 其实我小学就参加比赛了 就知道 对...因为从小爷爷奶奶听 所以我也跟着听 那是因为你很多话吗 可以吧 就是应该这样讲 就他们喜欢听 我觉得听起来很好玩很好笑 你可以带欢乐给大家 所以我小时候就跟着一直听一直听 然后就觉得 跟同学两个人说 那我们就把一个段子背下来 然后就去比赛了 那爸妈那时候对你的表现 他们是什么样的态度 就觉得我是个怪胎吧 真的 对 因为他觉得 一个小朋友 你怎么会去接触相声这种 感觉是比较传统 或是老人家接触的东西 他们看起来 其实有时候觉得也很可爱 他会觉得你是个好玩 好玩 对 没有人觉得这个是你要 未来走的人生道路吧 绝对不会想到 绝对不会 那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你所谓的梦想 开始跟他们的现实考虑 开始冲突了呢 其实我从小就有 一点点的冲突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一个很爱 好 爱线 我是一个很爱线 很爱表演的人 所以学音乐啊 学这种上台的这种东西都好 可是到了越大的时候 我父母亲就开始会有挡的情况 怎么开始挡 比方说我妈那时候就是 到了大学开始 她就跟我说有两种 就是两个圈子不能碰 一政治圈 二演艺圈 结果我两个都碰了 所以我妈那时候就开始发现 我到大学开始 一直去玩外面的社团啊什么 她就跟我说 你到底想干嘛呀 你尽量不要去碰演艺圈喔 不要碰政治圈喔 结果就开始去玩这些东西 然后到最后她就是 你不会想要去做这个艺人吧 我想啊 然后我填自愿的时候 我就给她填戏剧戏啊什么的 明明我记得我分数都够 可是出来的时候 为什么我都没有进去 然后反而进了一个行政管理学系 就很闷 那时候的家里事实上 觉得你还是在不切实际 是不是 应该这样讲 他们是觉得走这条路 她会觉得吃不饱穿不暖 然后而且是不稳定性的工作 那为什么这句话 不能够对你带来任何影响呢 那些现实的压力 人生的现实故事呢 然后你都没有去想过吗 有时候兴趣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天生的 你从小就很喜欢这些东西 一路上你都没有变过的时候 那你总要提一些 生活的保障的蓝图 未来的规划给你家人啊 应该这样讲 很多艺人也没有饿死 然后很多走文创界的 也没有真的饿死 那凭什么我不可以 因为那些饿死的我们都不认识 对 有可能 可是我就觉得 如果每一个人都创造这样的想法 那应该有很多职业会不存在 所以我就觉得 我可以尝试 如果今天我尝试 两年到三年 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 我可能会转向或放弃 最后你研究所念完了之后 这时候你又跟他们怎么摊牌了 没有 其实一直没有摊牌 我在还没有念完研究所前 就已经摊牌了 就已经起了家庭革命 因为那时候我们相声圈 就是传统行业 你必须要拜师 在拜师这件事情上 家里就觉得 这是一个很慎重的事情 就是你一辈子脱离不了 那你既然脱离不了 你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就会一直跟你说 你真的要做吗 你不能就当个兴趣就好吗 你工作之余你也可以玩 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当职业 所以我就不断不断的那个抗争 然后到最后就是大吵架 然后坚持走这一行 好 他就等着看 就等着你走 我记得我跟我妈那段时间 大概有三个多月 就是两个默默的有冷战的情况 然后我开始走的时候 我妈可能她会开始偷看你在干嘛 比方说我去表演 我还没回到家 家里面已经有那天的节目单 我还没拿回来 为什么会有 就她已经去偷看了 但她其实她也不吭声 她也冷冷的看 然后到后来 真的是大概快一年以后 她才开始慢慢愿意接触 你做的事情 然后开始变相的支持 然后我也开始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 我拉了她 你要不要来看我表演 那其实我们去义工 你要不要来当义工 我让她接触 让她觉得说这个方面 其实大家也都很努力 也是有增长空间的 仔细回想起来 你觉得她们当时不选择支持你 究竟什么 她们不了解 还是她们那个时代的不一样 还是她们太爱你 或者今天的时代她们会给你支持 究竟原因在哪里 我觉得以上您说的原因通通都有 因为以前那个年代 我们家 我奶奶她们家以前是戏班 通常来说有一句话叫做戏子无情 她们一直都有这种的观念在 然后再一个本身又是一个公务员的家庭 她们就会觉得要有一个金饭碗一个铁饭碗 每个月固定领薪水 朝九晚五才是个稳定的工作 那我是我们家唯一的一个小孩 所以她会觉得女生乖乖念书 可以这个好好的早早结婚 然后不要把工作看太重就可以了 所以我觉得当初是因为所有的这种考量 她们希望我安安稳稳走就好 简单的说就是你跟她们的价值观太冲突了 对 所以她们没办法去支持你 更不要说是理解你的梦想 对她们就觉得那是个梦想 可以当兴趣但不可以当饭吃 那你问问你 你现在这个梦想追求到现在 有没有任何的后悔 我自己吗 我自己其实一点都不后悔 我知道虽然很辛苦 但是我觉得我辛苦在我喜欢的东西上 我是很 我是蛮享受的在里面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我为了我的梦想 跟我的兴趣一直不停地努力 而且有做出一些成果 我觉得家长就应该支持 孩子的梦想 父母亲就应该全力支持吗 虽然我们都知道那个条件就是不要做非法的 父母亲就应该全力支持吗 你认为是的 请答圈 你认为不同意的 请答叉 八成都是赞成 说来容易 能不能做到 我非常怀疑 旁边的蓝妈妈 如果是你投票的话 你也是支持吗 我本身是支持的 好 女儿在你旁边 对 女儿从小的梦想是什么 你告诉我吗 你知道吗 她喜欢做糕点 煮菜 你怎么发现的 怎么发现 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学校有圆游会 然后她就吵着跟我讲 妈妈 你去买一个烤箱 我说我们家干嘛要买一个烤箱 那种烤箱是那种阳春的 不是像我们早餐在吃那种小的烤箱 早餐那个是小小的 它是比较大一点的 烧专业的 对…也没有到专业 只是说它比较大 体积比较大 贵一点的 对…差不多八千块而已 也不太贵 然后她就讲说 我说你要干嘛 她说我们圆游会 我要自己烤饼干 她就说我们圆游会要义卖 那我就自己准备 我跟老师讲了 我就决定要烤饼干 那时候你有没有想到 这是一个女儿的梦想的开始 没有 你是觉得好玩 没有啦 因为那小学怎么会想 办家家酒了 就是那种小事情 对…就好玩 可能就是想说 玩一玩 然后圆游会弄好了就好了 那我要问一下小姨 那时候 那件事情 有没有是你心里的一个 小小的梦想开始在发芽 有 有 真的 对 而且我到现在还记得 我那本食谱书 你那时候为什么 会有想要做的糕饼 因为曾经看过我的堂哥做过 对 堂哥做糕饼就影响到你了 他做的糕饼有多漂亮 也没有就是看到他在做 然后之后就觉得好像蛮有趣 那次的圆游会 你做的糕饼受不受欢迎 还蛮受欢迎的 所以父母亲那时候 你应该就大家不要吃他的糕饼 他的梦想就实践不了了 对 所以妈妈还是你的问题 好 不管怎么样 后来这条路 接下来他有没有继续去发掘 他的糕饼兴趣 没有 因为他 他就是喜欢做 就在玩 在玩 你都是因为他在玩 对 没有想到那是一个他的梦想 你从来没有 对 家长都认为 因为他就是国立高中 上大学 你那时候心里 对于这些工作的想法 在你的观念的价值观里面 这些工作正常吗 是正常 正常的 因为现在有阿基斯 有很多不一样的人 但不包括你的女儿 对 不包括我的女儿 我刚才讲到 这些人投票都很容易 叫他们做做看 但你呢 你对这工作真的那么认真吗 从那个糕饼在原油会开始 你这一路都有在想吗 有 其实 那时候也是真的 小时候也没有那么懂 对 那国中又卖了泡芙 对 原油会开始卖泡芙 你就发现 你为什么对这吃的那么感兴趣 就很执着很爱吃 你爱吃又想 又喜欢做给别人吃 对 究竟你是 你是看到什么 看到别人吃的那一瞬间 你很满足吗 应该是说 开始有那个比较专业的考上以后 就开始会东搞西搞 然后每次就是会把厨房弄 像爆炸一样 然后因为我有一个弟弟跟妹妹 然后看到他们 他们就会吃得很开心 白老鼠 白老鼠 对 就是看到别人吃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会很有成就感 那你跟天宇一样 你们都是在很年幼的时候 都已经开始那个小兴趣 开始了 但你为什么没有跟妈妈去表达 或者你有表达过 记不记得 那个时候其实 我妈做阿基斯 可是那个时候阿基斯 没有那么红 对 你又怪阿基斯了 不是不是就是 我只有一个人可以怪 对不对 我好像也不应该讲 不是因为那个时候 那你为什么要去念金融呢 你念金融的时候 同样也是一次选择 你为什么没有跟家里的人 表达你的真正兴趣呢 那个时候餐饮 还没有那么高的地位 那怪社会 怪我自己 那时候也是 其实很清楚 爸爸一直跟我讲说 做那个很辛苦 你没有必要这么辛苦的 你有受到影响 那你四年的大学 念得快乐吗 不快乐 因为就是也读不好 对阿 就是常常就是要哭着求教授 说绕过阿什么 因为真的就是 其实不太会读书 那这四年你还有做烘焙的东西吗 有一直持续都有在做 对那有时候也是 你做什么 你做给同学 还是做给教授吃 烤不好我做点东西给你吃 可以吗 有做给同学吃 然后因为其实自己有一本专业的 就是蓝带的食谱书 对然后那时候其实 因为那本书我才知道说 哇原来有厨艺学校 而且是在法国蓝带 在巴黎 对才知道 那那个时候就有 一点点小小的梦想出现 好 什么时候妈妈 她给你表达的 就是大学快毕业了嘛 好 然后爸爸的 爸爸的规划是说 去国外念两年的硕士回来 然后她就开始 私底下就开始说 妈妈 我想要去蓝带上课 你这时候知道蓝带是什么吗 不知道 好 小音你后来呢 最后妈妈就说 因为我也很苦恼 因为其实也不敢真的去反抗我爸 那妈妈就说 不然你就先报名蓝带好了 所以我就去报名了 爸不知道 因为我也很苦恼 因为其实也不敢真的去反抗我爸 那妈妈就说 不然你就先报名蓝带好了 所以我就去报名了 爸不知道 爸爸不知道 这个蓝带需要在哪里 我最后选 因为我是 我原本规划是要 之后再去法国 可是我就先选了澳洲的 澳洲不在台湾 你总要离开国内吧 你跟爸怎么说 我就说 你竟然要让我出国 我会出国啊 但是我不是要去美国 你爸以为是去澳洲干嘛 看吴伟雄 我后面就还是跟他摊牌 我就说 你要我去美国读 我也没有办法读 因为我也没有做任何的申请 你没有办法 强迫我去读任何的书 那他就没辙了 他认为 像他们那种年代的人认为说 他年代跟你年代差很多 因为我 我跟我先生差一个年代 真的喔 他是四字头 我是五字头的 真的是年代 对 你意思是他太老了 对 他们的想法比较传统 因为四字头的人 他的 所以我们现场梦想就是在跟传统作战 对 应该是 他们认为说 这是一条辛苦的 而且你是女生 男生的话 他们认为就像刚才那个小姐讲的 那个是躲在那个 看不到人的厨房里面 那很辛苦 而且以前厨师是那个师徒制的 我们以前说 拜师要几年要什么的 可是 后来我女儿上那个是 也是要上英文 用英文听的 然后法菜是一种 罢国想起来就很浪漫的 然后东西是很精致很漂亮的 我们常常看那个食谱 或是电视节目都会有 然后我就觉得说 既然小孩有这样想法 可以让他去试 然后我就跟爸爸讲 人生是他的 不是我们 那你就要让他自己去试 试完之后如果半年没有圆梦 然后他就又放弃了 然后我们就叫他再去念书 就好了 员老师我们看到的 他们这个家庭来讲 就是刚刚讲的 人生是他的 但是父母亲在人生的追求 梦想里面往往好像 有非常多的阻挠的 这个过程 对 怎么看 我想是因为父母最重要的 还是很担心孩子受苦 可是孩子在现阶段 对他们来说自我实现 比受苦这件事情来的重要 但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多 同理一下父母 孩子最常说的是 父母都不了解我 可是孩子最容易不了解父母的意思是 包括了 为什么父母会阻碍你 因为父母心疼 你看不到父母的心疼 再加上 为什么这位小姐 可以这么毅然而然的决然的说 我要去念书 是因为有妈妈的赞成 后面有一个很不好意思 我得点名的一个东西叫做金元 也就是这个家庭再怎么不支持你 他们终重是拿钱给你出去圆梦的那部分 这个部分你一定要感恩 而且不要忘记 那我觉得爸爸刚才一直会反对的 其中不全然是对于时代的反抗 或者对于梦想的不了解 而是他们在那个时代当中 保护子女的方式 首先都是先说no 很难得有先那个开明的爸爸 会对于自己孩子的所有事情都说 你讲得很对很棒 他们会以先说no 来看你到底有什么具体的作为 让他们做安全感跟安心 如果说no 你不停地说我就是yes 爸爸更没有安全感 你一定要有具体的作为 或具体的热情 所以刚才那个端哥有问一题 就是说父母是不是要全然的 单纯支持孩子的梦想 我不这么觉得 父母最要看的事情是 孩子有没有拿出计划 告诉他们说请你放心 我会照着计划去努力燃烧我的梦想 乔英那时候 你后来有努力来跟他们说明吗 有拿出你的决心跟 我觉得我的决心是 我把一年的课压成半年上完 对 然后 其实他是有分初级中级高级 但是我有跟我爸讲说 我要走这条路 我必须知道这个产业要的是什么 所以我的中级上完以后 我先回台湾工作 我要看台湾的业界需要什么样的出师 我再来决定 我要不要再继续投入这个金钱 你现在能不能够体谅他们当时的反对 有啦 不解的原谅啦 但你能不能体谅他们当时的反对 因为我爸昨天讲一句话 我觉得好感动 他说其实他会反对有一部分 是为了我的身体 对 因为其实我们的身体不好 因为我奶奶有肺腺炎 她不希望我吸这么多油烟 对 终于他说出来了 对啊 我就想说过了这么久 你当初早点讲 他当初早点讲 也许那句话就 就把你的梦给毁了 也是不会啦 爸爸也许呢 就是因为他更珍惜你 他不愿意这样子 去用那句话来伤害你 对 或许是 对 那我要再问一下 爸爸当初是不是应该支持你的梦想呢 也许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因为金融奇才 也许看到现在别的领域的发展如何 支持你 难道是一定要这样子做吗 更不要说对你的健康是带来一个威胁的事业了 嗯 可是 这还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天宇父母亲要全力完全没有这样支持吗 我们刚刚晓英讲出了 可能他的健康的某种情况 他是比较容易受害的 难道这些都不能够作为反对他的理由吗 父母亲就要支持你们吗 应该这样讲 反对 这可以成为一个反对的理由 但是我觉得他的健康还有一个部分很大的 就是起因来自于这个人到底快不快乐 如果今天逼着我做一个不快乐的事情 他也可能导致健康不好 这是实话 所以我觉得父母当然可以拿健康作为理由 这个我完全认同 因为我妈也很担心我们的健康 可是当她觉得你真的有在里面 你就有享受到这个快乐 她看到你每天是很快乐的时候 其实她也快乐 蓝妈妈快乐重要还是饭碗重要 快乐重要 真的 真的 所以爸爸现在看法也改了吗 爸爸有啊有改啊 因为她现在有一些成绩出来了 或是她的作品出来 那还是有饭碗看到了 所以你们才快乐啊 对啦 有是有 当然 不过我 依我的想法 我是认为 我当妈妈 我都是认为 小孩子要快乐就好了 因为我上面还有两个啊 然后我觉得老大都这么快乐 不管他们追求那个事业 在你眼中看起来是多么没有保障 也都支持 对我是支持的 我们现在有这边四个同学的例子在那边 他们先讲一下他们现在做什么好不好 好 然后你告诉我你最支持哪一个 好不好 来 第一位我们是他原来学地址的 好 现在做导演 对不对 对 哪一类的导演 广告跟MD的导演 广告导演 第二位是学生物工程的 但他现在做魔术 好 第三位的小菊呢 原来是学经济的 但现在做珠宝设计 对吧 第四位的我们的财务 原来是记得 就叫记得啊 那名字真有意思 他现在做的行业非常的新鲜 他是叫做电竞主播 也就是这个电竞比赛那些做的转播 或者怎么样的主播 这是一个崭新的行业 至少在我的年代 我真的没听过 但是现在是很夯的 这四个行业妈妈记得吗 记得 好 哪一个行业你最不支持 最不支持 这四个都是你孩子 有人跟你讲 妈妈 我的梦想就要做这个 你先不要他们念什么 他们刚刚讲过他们要做的梦想了 你最不支持哪一个 在你眼中 应该是那个电竞主播 为什么 因为依我们来讲 那种东西不是每天 像你说电竞比赛啊 那就是一直好像 感觉一直在打电动 玩嘛 那现在人对那个电动 所以可能他上班一天 休业好几天 对啊 而且打电动好像 有一些人是蛮 你也不知道要转播什么是不是 沉迷 不是 电动是打了就会沉迷的 沉迷 给我们一个更强的理由 你去反对他的梦想是什么 就是不稳定 不稳定 来吧 记得 从你开始 应该是说我很喜欢打电玩 但从小到大 我不知道电玩可以产生一个价值 就是 就像可能刚刚蓝妈妈所说的 能养活我 我其实从小到大我也不知道可以 但到这几年我才发现 真的好像可以 这一点一定要非常重要的解释 可以来吧 他最担心的就是不稳定 你怎么可能养活自己 这个行业 但我现在其实是一个正职的工作 我隶属于我们英雄联盟 就是一个游戏厂商的公司 他们办比赛的这个公司 我是他们的正职员工 所以我可以享有所有正职的福利 我的月薪其实也比一般的社会新鲜人 还来得好 蛮多的 所以现在你的家里 对你这份行业 知不支持 对你做这个事业 现在是越来越支持 所以他们中间也抗拒过 抗拒得很大 这样子看他们怎么抗拒 其实我的故事简短的想 就是说我毕业以后当完兵回来 但因为我太爱打电动 我没有像其他的同学一样 因为去实习 所以我直接找工作的时候 是不好找的 所以是靠我爸的关系 帮我找到了我金融业的第一份工作 那时候我做了两个月以后 台湾在一个 就在我们的游戏项目上 拿到世界冠军 然后那时候新闻报得很大 然后就在电竞圈 好像就是一个 我们要往美丽的新世界 航向的那种感觉 所以那时候我就 没有跟我爸报备 我就直接离开 就直接跟我的主管提辞成 然后就离开我原本的工作 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天晚上我本来的策略是 拖得很晚回家 不要跟爸妈相见 就是来一个王不见王 但结果是我回家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钥匙 打不开我家的门 就是对 门锁被换了 那我妈就出来 拿着一个我的包包 里面装我的衣物说 你去朋友家避难几天吧 就是家里现在在爆炸 对那我就去朋友家了 那后来就是过了两个礼拜以后 才回到家里住 那爸爸就是把你当隐形人 就是当作没有你这个小孩 但是一样会给你住 给你吃这样 但是他就是只做这个 他觉得最基本的他的责任 但他不想要跟你这个小孩沟通了 那后来是我真的找到了工作 从一个队伍的教练 慢慢做到主播 现在拿到了正职的工作 他们越来越去 至少我养活自己了 就是我觉得在 可能我没有办法回报 他们养育我的东西 我没办法每个月拿很多的钱 或是买很好的房子给他们住 但是他们觉得 我对我的人生已经可以负责 至少我养得活我自己 那接下来他们可能 支持的层面可能是 他们还是会在很多个面向跟你说 这个产业可能不够成熟 你做了五年 你现在可以养活自己五年 那五年后呢 而且你做了 你如果投入了你所有的人生 十年在这个里面 你能达到什么样的成就吗 你能像现在 像四万一样 拿到这种电视主播以后 就是全部的社会对你的这个 我们俩交换一下 我绝对做不好你的工作 对 就是 可以在社会上 拿到这样的认同感吗 他们会给我这样的疑问 但同时他们会去了解我在做什么 以及我又没有认真在看待我的工作 所以他们那时候的反对 你觉得 其实最大的争议好像怕你受伤 我觉得他们是保护我 这一点我完全没有任何的疑问 所以以保护之名来告成儿女 他们的梦想不切实际 我们再来看这个小菊 小菊其实跟天宇 或者跟我们的 你小时候对艺术是有兴趣的 对 那时候是想要做什么 我那种小时候就是很单纯 就是像小朋友就是会有画画课 等等之类的 然后我自己就会自己去买那种素描本 什么 就是开始自己去设计自己的东西 那他们有没有帮助你往这个方面发展的 有 就是帮我包画画的课 就是这种那些是像什么 那至少也算了 也算 对 对 然后但是他们很早很早 就是因为我是单亲 我妈妈嘛 然后跟我外公外婆 我们是一起住 所以通常就是他们 就是家里面的人都会 因为我就很长的时间 就是可能没有在做功课 我就在画画 然后他们就会讲说 千万不能走艺术家这条路 会没有饭吃 对 真的 对 你听进去了没有 其实老实说 我确实有一段时间是因为 我大概到国中吧 我一直持续有画画 然后艺术这方面我都一直有持续 但是一直到是国中的时候 有一个交叉点 我要不要去学美术班的东西 然后那时候我发现 我家里面的人非常的不支持 所以我确实有因为这样子而断了 这一段缘分 又是晚了 又是拖 耽误你了 如今回想起来有没有耽误你 其实不会 不会 对 那你在大学念的这个经济 究竟对你现在走的这个珠宝 或者是一个饰品设计 有什么帮助吗 其实有 因为像经济 好吧 虽然是比较理论的东西 但是我们还是会学什么供需法则 然后可能比如说你要做就是要 你买珠宝的时候跟她解释供需法则 没有啦 不是 就是说至少我在做生意 因为我是老板 所以至于在生意上面 我不能只是 就是我 除了做艺术之外 我还要能吃得饱 你怎么能够做到老板 怎么做老板 就是我是从摆摊开始的 你自己摆摊 我自己从摆摊在夜市 你一个大学生去摆摊 对 被你家里的冲击也很大了吧 严重了 他们怎么反应 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有稍微提一下 然后那时候看一下家里的反应 结果那时候是 就是家里面就是 一开始他们想说 我只是可能 可能只是好玩 他说这是半价加久 你不能 你就是要去找 因为经济嘛 不外乎就是银行 不外乎就是公务员 那他就说不要 就是反正很严肃的跟我讲不要 然后记得后来呢 我 结果我耳根很硬 所以就是也没听进去 知道我那时候是刚好 因为 我有一段时间的工作 因为就反正结束了 所以我那时候开始思考说 我那时候站在大学期间 我想说啊 那我现在要思考 我接下来要怎么做 我的人生 然后那时候 我记得我的口袋 真的只剩 就只有一万块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 不然跟妈妈提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 调度一点点钱 那时候站在大学期间 我想说啊 那我现在要思考 我接下来要怎么做 我的人生 然后那时候 我记得我的口袋 真的只剩 就只有一万块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 啊 不然跟妈妈提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 调度一点点钱 对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很 印象深刻 那一天就第一次我想说 好吧要提 应该还好吧 我想说摆摊也 就是一个 像是一个人生的体验 然后那时候是 我记得在火锅店 然后我外婆也在 我妈也在 妹妹也在 然后那时候我就说 欸 我想要摆摊 然后就是她说 我就说我想要在夜市 然后就是 卖卖小饰品 什么的 然后后来我妈就 然后就突然就是那种 就是颤抖 就是很生气 然后而且我们在餐厅 就是大厅广众之下 然后她就气到就是 她真的就是摔碗筷 然后就说 就是不准 火锅不好 没有 没有就是觉得 那时候我就想说 有这么夸张 应该我想说还好吧 然后她就说 你不准我今天供你到大学了 对她觉得她这么辛苦 就换来 你要做这个 对 然后她就说她觉得摆 就是摆摊是一个 就是很像 不是 你不是在公司 就是摊犯嘛她觉得 对 对 然后她就觉得你 你这样真的很丢脸 对 然后我今天那时候 延续了很 好一阵子 就是 我记得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后来还是 还是去摆了 小君你现在不会再继续摆摊了吧 蛤 你现在还在摆摊吗 没有我现在是店面 店面 妈妈 知不支持你了现在 有 就是 我觉得应该是说她 也一样 就是她们不会讲很明显 说这样太棒了 但是就是你感觉得到 她就是 有转变 就是会觉得说 原来其实她知道 就是我有从她的同事耳中 你们两位都是在经过自己的人生 在另外一段学习的过程之后 然后才找到你真正的兴趣 同样的我要问一下 你觉得你们再更早一点 不应该更勇敢一点 去追寻你的梦吗 真的要等待那段拖延的四五年的大学 我觉得这点很有趣 其实我想过这件事情 可是其实对我来讲 如果谈我 先讲我的话 我其实对我人生是 不管做任何决定 我都不会后悔 就是因为都是有原因的 因为当下的你 就是会做这个决定 接下来柏翰我也问的就是 魔术能当饭吃吗 一定还有些 我知道很多的魔术表演 现在非常的夯 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父母 已经会提出这个疑问 魔术能当饭吃吗 你告诉我 对 刚刚已经听到了 两三次说 兴趣不能当饭吃 那我的父母 其实也一直在跟我说这句话 他说魔术当兴趣 很好很棒 是一个很好的兴趣 但是绝对不能当饭吃 除非你把钞票变出来 对之类的 就是他们我觉得 我的父母就是 他们一直很担心说 第一个就是表演这个行业 就是你可能三餐不会温饱 然后呢 你的工作时间呢 可能是晚上或是早上 然后很不固定 然后你可能 就是一下子有饭吃 一下子没饭吃 然后对他们来说 这是一个很不稳定的行业 然后我自己本身是念就是工程嘛 那相对来说对父母来说 他们觉得当工程师 或者是当公务员 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行业 对 我想任何人都这样想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但是 我其实也很同意这一点 但是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 我也学了很多东西 然后我一直去摸索 然后比如说 我大一的时候 加了很多社团 学了很多东西 可能加了热武社 然后办了很多活动 然后我那时候就开始想说 我要怎么样去找到我的兴趣 然后我未来想要做什么 然后我大三的时候 然后我大三的时候 就加了一个学校的学程 叫做创意创业学程 然后我们就在学校 学了很多的 跟很多的夜市啊 或者是跟很多不同科系的人 一起就是合作 然后继续去寻找自己的兴趣 然后后来我就去又去学了商管的课 然后又去修了戏剧系的课 然后最后我觉得就是魔术 是我自己最大的兴趣 然后我很想要把这个事业做好 然后其实在国外 魔术是一个还蛮 蛮繁盛的行业 比如说你可能在邮轮啊 或者是在饭店 对 你这些漂亮的图案 都可以说的当背景用 但是你告诉我 你怎么跟你家庭解释 你要去当魔术 我觉得 我当初就是我爸妈在跟我说 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说太多解释 就是我其实是用行动来证明 就是你根本没跟他们讲 我有跟他们讲就是 但他们没有懂也没有接受 所以你就自己做了 对 我就 你做的第一步是什么 我就开始就是 自己就是出来创业嘛 然后就是去 自己主动去联络公关公司啊 或是去表演的机会 做表演 对 很多表演的机会 你就直接走上表演这条路了 对 那每天回家你还是要面对他们 他们怎么反应 他们就会 就比如说我今天在家里 他们就会 在吃饭的时候 他们就会突然说 柏翰我觉得 你还是去当工程师好了 他说你看嘛 你看这样子不能当饭吃啊 那什么什么丑闻会很麻烦啊 然后 我说黄柏翰你今天怎么又在家里 今天没有案子吗 对对对 然后就会很怀疑说 为什么我每天都在在家里 不知道干什么 那你心里怎么想 就是 他们在打击你吗 其实我不会觉得打击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反应 是很正常的 可是因为 他们可能不能理解说 为什么我今天在家里 我今天在家里可能是要想魔术 可能是要练习 我意思是你以前都没有动摇 我其实没有动摇 因为我决定了就是 会一直做下去 对 那他们会愿意看你的表演吗 家里面能够拿你的魔术表演 来促进亲子的关系吗 还是那种亲子的关系 根本已经很紧张 他们已经不愿意看你的表演了 一开始其实还蛮紧张的 就是 就是有点冷战 可能前面一两个月吧 然后 到去年十二月 然后我 我被邀请到好莱坞的一个 魔术城堡演出 然后 那是一个在魔术圈 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然后 回来之后呢 就是有上一些新闻 或者是一些报纸啊 访谈之类的 然后 就是会有一些亲朋好友 就来跟我爸妈妈妈说 诶 你儿子还蛮厉害的 很不错哦 然后 我爸妈就会觉得 好像有点心安 就觉得我好像做出了一点成绩 所以他们相对来说 就会想说好 那既然博翰都已经有一点成绩了 那不然就让他试试看两年好了 对 所以现在两年时间到了吗 还没有 现在刚起步 两年的时间 如果到了之后 他们会有什么反应 你觉得 你会有什么成就 你自己有什么期许吗 呃 我的期许哦 我期许就是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个秀吧 然后就是可以一直每天这样表演这样子 然后如果没有达到的话 我就会认真考虑要转行 这个是我很确定的 因为我觉得 如果兴趣不能当饭吃的话 那就那就不要当饭吃 那博翰你说了半天 你还是不能确定魔术能不能当饭吃 我觉得可以当饭吃 但是你告诉我们只有两年的时间 这两年之后 最后结果可能不见得是如此 可是就是如果我两年没有达到我的目标的话 那也许我可能也许可以考虑 可是在这两年之间 我会很努力的自己去做到 我有个感觉他们几位 所以说来说去最后都是父母亲拿饭碗来见 拿饭碗来肯定我要不要给你的支撑 拿饭碗来肯定你的梦想 是不是值得我的掌声 这公平吧 好 其实当初是饿不死 对啊 那其实我应该是说 今天就是赚多赚少问题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都要养得活你自己 不要变成父母的负担 可是当你们在追逐梦想的时候 你们也说不清楚 你们能不能养活自己 那我那时候 我怎么决定我要不要支持你呢 你自己对你自己的人生都没有把握 难道就要求我百分之百的无条件支持吗 应该是说 有时候当然 我是真的从我父母那边获得非常多的金元 对 但是我就会跟他讲说 如果真的失败了 大不了我就是做厨师这份工作 只是钱赚的不多而已 可是我还是养得活我自己 那我问大家好了 当父母亲觉得孩子的梦想不切实际的时候 要不要去阻止他 帮他刹车 我们刚刚讲说孩子在梦想的时候要支持 但我们现在是 当父母亲觉得孩子的梦想不切实际的时候 你要不要去阻止他 你认为要的请拿圈 不要的请拿叉 请多答 要阻止的请拿叉 不要阻止的请拿叉 不要阻止的请拿叉 也将近八省认为 要阻止他 不要阻止就是 你的支持派的 对 让他试试看 我觉得其实 会阻止的原因就是 因为爸妈毕竟都是疼小孩的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不太了解 就是不太了解他到底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也是先设一个 就是让他去试试看 然后让他试试看 如果他试了真的不行 然后再鼓励他去做其他事情 而不是一开始就马上制止他 要试着去了解他的沟通 我们再来十一号同学 十一号同学是阻止派 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 有时候年轻人 可能还是因为太 就可能会冲动 还是怎么样 然后会比较认不清一些 太现实面的问题 可是爸妈毕竟也是 活的岁岁比你久很多 所以就是看的 社会的层面也比较多 那他们可以考虑得比较周全 可能你的梦想在可能现实 你有什么冲动的事情 父母亲帮你阻止过吗 目前还没有 目前还没有 不过你自己蛮冲动的吗 还好 还好 我是觉得父母应该阻止 因为父母阻止代表的是 它代表的是你梦想 拉回现实面的那条线 你可以去完成你的梦想去推 但是父母组了一个线 告诉你说 这条线才是真实的人生 看你愿不愿意过来 如果你愿意过来 就如小菊所说的 我下定决心不踏过来 这反而促进你 把这条路好好的走 因此我也听了懂 刚才端哥 为什么会特地问柏翰说 你这两年 其实有后路 感觉上 柏翰没有小菊跟记得 这么毅然决然 柏翰比较往里面偏就是 我有另外一条路可以选择 这个也许可以让柏翰想一想 这个事情 是不是你真的想做的事情 没有好或不好 只是你比较 没有小菊跟记得 这么的毅然决然 那我们要问一下子然 子然是念地址 你对我们今天问题怎么样 父母亲当发觉这个 梦想不切实的的时候 要不要阻止 你觉得 我觉得要阻止 要阻止 对 因为我觉得实际面 其实还是真的非常重要 尤其在台湾 你生活过得下去 其实真的很重要 那我觉得先顾好这些以后 再去追求梦想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因为像我自己 这是你现在老成一点的答案 还是你一直都认为如此 你竟然很像一个爸爸的意见 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过来的 我自己是先顾好自己的 你什么过来 你告诉我们 想想看 我其实蛮晚才决定要走这个行业 我知道到我到大四的时候 才决定走这个行业 那时候我爸妈的底线就是 你要把你现在的所学 就是我现在台大地职系 她要把所学都学好 然后毕业 所以我也达成了这个 他们的 你第一时不喜欢吗 我只能说就是稍微喜欢 但是我更喜欢 现在的这个职业这样子 你的导演是怎么样开始 你怎么会想去做这些 从哪里开始 其实从大一的时候 就一直在接触很多 不一样的机会 就像什么经济 文学 音乐这样子 然后到了大四 才接触到影像这一块 然后接触以后 就非常的喜欢 而且我跟那时候刚好有个机会 就是跟很多自从道合的好朋友去拍了一个 就是蛮有回响的一个校园歌舞剧这样子 然后就觉得这个行还不错 你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 那个歌舞剧 刚开始我只是在当摄影跟灯光 然后因为后来的回响不错 所以有一些案子上门 然后我就可以 那如果我是你的家人 对不起 我冒犯一下 如果我是你的长辈 那我有百分之一万个理由 阻止你不能走这个 第一个 你学的地址你专业了 而且你已经大四了 年龄也差不多了 而且你刚刚在那个剧里面 你也不是真正的灵魂的主创者 你为什么要去走这个 所以那时候我还没有下定决心跟他们谈 那时候我只是先以一个目标去 所以你会去做地址方面的工作 那时候我是先把课页全部都念好 对 然后边念的时候 也就边准备这些影像方面的 那时候我就 所以那时候我得了台北电影员 所以你不是一个冲动的人 对不对 不是 我是考量蛮多的 这个很厉害 他的思虑很完整 梦想之外 还有很多成熟的考虑 你是要那种飞行计划 才能 才会起飞的人 对不对 不会贸然看了 加了油就飞了 那你这些计划 你今天还怎么做 你怎么去周翔的去准备 我后来是先去拿台北电影节的第一名的奖 然后还有影像也有进高雄电影节 然后后来有一些 然后后来接了一些案子 有常常跟很多那种知名厂商合作 然后也有拍一些 那这段时间对不起 经济上的生活是怎么样来照顾自己 因为接的都是商业案 所以经济方面是 有收入 对是蛮多收入 那家里这时候总看到你在做这方面了吗 对但他那时候只是觉得我就是兴趣去做而已 因为我书也有在念 对 什么时候开始跟他们讲 我真的要走这个了 我差不多大四 要升大五的时候才跟他们讲 什么时候开始跟他们讲 我真的要走这个了 我差不多大四 要升大五的时候才跟他们讲 像有一次我比较有趣的经验就是我 有接一个杜拜的案子 然后因为我妈没去过杜拜 然后我就直接带他去杜拜玩 然后而且我还住了那个最高级的饭店 不得了 对亚特兰提斯非常高级这样 然后他们也觉得就是这行业收入蛮好的 然后又很正向 出去就是我儿子带我去杜拜玩这样子 所以我们将来追梦的第一个前提就是 就是要带爸妈去杜拜走一趟 然后还去支持梦想 不过换一个角度也说明了 梦想追逐真的什么时间都不太迟 你的大四还来得开始做 但其实我 其实我觉得 那是没办法的环境 其实我觉得应该要早一点 早一点的话 你今天的成就就不止杜拜了 对 所以我们父母亲看完这集应该怎么想 你们都是有梦想的人 但是你们都是被阻止过 然后你们现在都有成就 但我要告诉我 那些梦想的人 每个都会有成就吗 像你们吗 这个问题是就是父母该不该阻止我们 去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就是一切就是以饭碗为主 就是你能够养活自己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饭碗 小乔也是饭碗吗 没有 不是 我觉得应该是说 我同意就是确实台湾的环境 我说的那个梵梨跟那道墙 没有很多人能夸过 是说 不只是父母 我是说整个社会的一个观念 会觉得说你这样就是不好 你这样摆摊就是不OK 对 那是我的意思 可是如果以我来讲的话 我是会全力支持我的小孩 因为我觉得今天他 没错可能他不切实际 可是什么叫做不切实际 什么叫做切实际 对 因为对我来讲 其实我现在做的是 我从我本来四间店 我赚到还蛮不错很好的收入 到我现在花了我 现在我又是另外一间 那就是我又投了我所有的钱 我决定要做艺术 那大家说天啊你不是疯了吗 对 可是对我的观念 我一路走来我很艰辛一点就是 我即使我今天吃不饱我也没关系 只要我活得下去 我饿不死 就是我就会都会继续 但其实我说真的 人没有那么容易被饿死 我今天真的去买包种子 我去种 我都可以吃的 我都可以种出东西来吃 对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没有这么难的 而且我今天好 刚刚好可能也比如说 你不管是不是高 好你是 就算你没有大学毕业 像我是大学 所以那我 我如果要去找工作 好我真的 再到我不到一般公司 我去麦当劳打工OK吧 所以 不会饿 不会饿死的 记得 对 你在看吗 这个问题我觉得 我把我自己 假设我现在有一个小孩子 那他跟我说他要当电竞选手 我的态度应该会是 反对 第一个时间会先反对 就像 如 盧中老师所说的 就是要当一个 拉扯现实的现 因为我觉得 这不只是父母的出发点 就是因为你想要保护他 以外 我觉得这是一个父母的责任 因为 没有任何一个父母 希望自己以后 自己以后的小孩子 他没有办法养活他自己 就是饭碗的问题 但我觉得 如果这个小孩子 就像盧中松所说 他在冲撞体制的过程中 他真的做 像现在在座的另外三位 他们都已经是 冲撞已经有成就的人了 就是 你看到这个成就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 慢慢地去调整 你这条线你要收还是要放 我觉得这是一个父母 可以去 要是我是父母的话 我会这样去做 因为他跟我讲电竞选手 我会跟他说 我不会就是说 好 那我帮你买最好的电竞设备 然后让你都不要去学校念书 让你在家里打电动 你就以后帮我拿一个冠军回来 我不会这样 可是如果他的学校成绩 顾得很好 然后他的游戏也打得慢慢地 越来越好 然后他开始自己去找 朋友组队 然后打一些学校的比赛 打出成绩 那我可能就觉得 我可以跟他谈谈看 我要跟你谈什么样的条件 听起来梦想支持 但前提好像越来越多了 小姨 你呢 其实我觉得 这样听下来 我觉得我爸妈 也是我的现实面 因为家里可以support我 可是他们很清楚 就是给我设一个底线 他不会像 可能其实很多人带出来 就立刻开店或什么 但我爸妈就会很清楚地说 让我知道说 其实他们可以给我金援 但不是无上限的 他们必须要看到 你有一定的 不是要公平成就 但是他要看到你的决心 跟态度 然后他再来决定说 要不要再继续支持你 因为我觉得如果今天我爸妈 他马上就说 好我答应你去追寻你的梦想 或许我不会这么珍惜 跟这么 对这个东西这么的执着 就像刚刚小菊讲的 你因为被反对或什么 你才会更努力 你会需要去冲破那条 那道墙 对 那如果我爸妈一开始就说 我觉得你好像很厉害 让你去 我可能不会这么珍惜 我现在所拥有的 对 那某方面也是父母也是要成为 替我们稍微去衡量一下说 什么时候你该停止 或是让我们给有一个责任感说 其实我今天已经投入这么多下去了 那你是不是应该 自己要认知说 你可以做到哪里 当你做不下去的时候 你就要回归到最基本的 就是现实面 丁宇 我个人在看这件事 梦想 分成梦跟想 如果今天这个小孩 我自己的小孩就是 他如果纯粹在想 他永远不会成功 我一定会去帮他拉 但是如果他不在于这个想 而他有去实践 就是有一边的小孩说 我很想当什么当什么 但他永远找的都是那种 千多是少离家境的工作 那我肯定不支持他 就是他只是在想的阶段 但他今天不断的努力付出 他愿意从很刻苦的把他起来 我觉得我会愿意 完全的支持他所有的资源 让他去完成他想做的事情 然后直到可能不见得是有 真的多少的功成名就 但是我觉得就是 他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里面 他能够享受 然后能够实现 他觉得他达到他的梦想 我觉得就够 将心比心啊 我们孩子们希望父母 能够了解我们多一点点 但孩子如果你们也够成熟 要去闯梦的时候 大家也应该多体谅父母 父母其实同时遭遇三个挫折 第一个挫折 他们不了解那个行业 第二个挫折 正如妈妈所说的 他们年轻时候 没有实现过梦想 因此没有操作过 要怎么样帮助你 第三个梦想 你可能想一想 会更心酸的原因 是因为父母会觉得 原来我这么不了解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离我这么的远 梦想真的需要很多的动力 孩子所有的梦想 其实不要忘了 父母亲他们也有动力 来支持不支持你这个动力 两者合成 这个隐情才会更强壮 祝福您 也祝福您的梦想 再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